大家好 我是Yuki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日本 5TOUJI FOLUME CARD 日本的当地的明信片 那这明信片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呢 那大家去日本的时候呢 你如果不知道吃什么玩什么看什么的话 你就可以去日本的邮局买这些明信片 那这些明信片非常的特别 你必须要到当地的邮局 才可以买得到它 如果你想买北海道的明信片 你就必须要到北海道 所以如果你要收集到47个都道府县的话呢 要去几次呢 OK好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其中的一款 陈吉思汗烤羊肉 金吉思汗料理 OK 那金吉思汗料理的话呢 虽然它跟陈吉思汗的名称有关系 但是呢 其实它跟陈吉思汗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好 那这个呢 是日本一道非常有名的乡土料理 那它是由羊肉跟羔羊制成的日式烤肉 如果去北海道不知道吃什么的话 记得可以去吃陈吉思汗烤羊肉喔 OK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去吃的话怎么办呢 你也可以在土产店买到 陈吉思汗烤羊肉的牛奶糖 这个是北海道限定的喔 如果有机会去记得要买喔 接下来教大家几个食用的小短句 如果你去日本想要吃陈吉思汗烤羊肉料理的话怎么办呢 那你就跟店员说 陈吉思汗料理はありますか 陈吉思汗料理はありますか OK 那就是 有没有陈吉思汗料理喔 OK 那如果没有办法吃到它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去土产店 问店员有没有卖牛奶糖 那牛奶糖的日文叫做 キャラメル 你就可以问店员 陈吉思汗料理はありますか 有没有陈吉思汗烤羊肉的牛奶糖呢